多位选美嘉莉一字排开 不仅为桃园宣传观光 也为即将在台湾登场的 2024世界美颜小姐全球总决赛 拉开序幕 可为十年世界美颜小姐全球总决赛 再度来台举办 并在选美出身的桃园市议员朱真瑶前线下 25号上午来的桃园举办开跑步打记者会 5月份将会有约50国的选美嘉莉来台 参加最后四场比赛 并体验台湾人文风貌 当天世界美颜小姐赛事总裁Mila 以及2023世界小姐美颜冠军 也都特别到手参与 并分享选美比赛对人生的启发 更大意义在于促进国际友谊并回馈社会 这次世界美颜小姐到台湾有 才艺比赛 国服比赛 泳装比赛 还有总决赛 这四场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的各地 能够争取到这四个比赛 然后我们把这世界美颜 有四五十个国家到台湾 我们这样把台湾的美好 宣扬出去 让他们走进来 我们让世界看见台湾 我选择台湾因为它变成一个很好的国家 也就是旅行的旅行 也很棒 也很高興 我們知道 十年紀十年紀 很特別的國家 我愛到來 我已經來三至五次 我愛台灣 來探索更多 和享受更多的旅行 大家好,我是 Kendra 我是Mis Without Beauty 2023年,在菲律賓 我想分享的是 不只是在舞台上 表演這些事情 其實是更多的 是關於姓氏 是關於社會 社會的人 曾代表台灣出國參與選美的桃園師 朱真堯受邀擔任賽事宣傳大使 並積極牽線讓桃園師 能成為總決賽舉辦縣市之一 他認為透過選美比賽 不僅可促進疫後觀光產業復甦 也讓各國家裡有機會 看見台灣之美 進而成為台灣的觀光宣傳大使 那當然這幾年經過疫情 疫後大家都想說趕快恢復經濟 那對於我一個曾經 又是德國獎的選美小姐 也代表台灣出國比賽 我更是知道國家的困境 也希望他們能夠認識 桃園市這個城市 因為我們是北三都又是國門 我想我們的錢力無窮 後續可期 我們也希望讓大家知道 我們是一個非常友善的國家 也希望努力的把記者會留在這邊 那當然今天大家看到了 記者會順利圓滿 也代表說我做的這個小小的功課 應該還算成功 那當然不管後續他們的國服賽 泳裝賽等等的各項單項比賽 或一直到總決賽 我都希望他們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 更認識台灣 不是只有比賽 而是來交朋友 讓大家開開心心的 現場也邀請多位曾代表台灣到世界參與選美比賽的選美小姐們 向大家分享參與心得 他們認為儘管選美是一場綜橫外貌 才藝個性氣質的競賽 但最重要的卻是肩負外交大使的使命 透過自己讓更多人認識台灣 因此有人以歌唱才藝唱出台灣之美 也有多位選手在展現國族風情的國服比賽中 發揚台灣的神明信仰特色 更透過小禮物以及熱情的個性 讓國際友人留下對台灣的好印象 善有柔性外交為台灣爭取國際能見度 然後當時呢 有做一個小小可愛的活動 就是教嘉莉怎麼講我愛你的台語 所以呢 之後呢每一天嘉莉看到我就說 Miss Taiwan 我愛你 然後我覺得呢 就是我們跟外國朋友一個非常簡單的互動 可是呢這樣一個小小的互動 卻可以讓他們永遠記住台灣 該國的嘉莉她可能認識的就是我 我是她認識唯一一個台灣人 然後我希望呢 台灣人 台灣女孩這種熱情外放 並且熱愛台灣的這種精神帶到國際上 讓他們唯一認識的台灣人呢 就非常的印象深刻 然後藉由他們 藉由我的腳步 然後更加認識台灣並且愛上台灣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準備的就是擲筊 然後我還就是特製了一張卡 就是翹筊 新筊 然後蓋 蓋筊 蓋筊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它很有效果 因為這種信仰的東西 就是一種能量嘛 所以當我分享給大家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陸續聽到 就是摳摳摳摳的那個聲音 所以我覺得我們福大老師 就是在我出國前 給我一個很重要的提點 就是我們出國是去交朋友的 那當然比賽是不會變的 所以我們就放開心 然後跟大家做交流 今年的冠軍委內瑞拉小姐 她還把我們兩個聊天的影片 上傳到了她自己的Instagram 讓很多委內瑞拉 可能沒有什麼聽過台灣的人 都知道了 欸台灣有一個 在海中的一個小國家 非常的歡迎他們 因此希望這次世界美顏小姐 在台灣舉辦呢 也能夠讓我們所有世界上 來到台灣的家裡 都認識到寶島台灣 要讓世界了解台灣 不如讓世界直接進入台灣來的有效 2024世界美顏小姐比賽期間 各國家立會的全台走透透 直接親自感受台灣之美 因此主辦單位期盼 外界能多多支持 讓比賽能在台灣引爆美麗經濟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 既有留言提到台灣報道